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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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早溜溜就见到这样的东西 等会真是要去洗眼了 说什么就是阿sir抄牌了 河半一带都是抄牌胜地 都几多四肢司机会叫餐厅的伙计帮手 见到有抄牌就通知声 吃饭都没得放松下 香港地真是做乘客比做司机 话口未完就见到有位师兄拔足狂奔 九成九他是见到自己的车被人抄牌了 不过都隔了这么久 阿sir要做的事都做完了 为例泊车要交320元 送外买一天可能都找不到这么多 师兄今天看泊都是白做的了 真是好惨 晨早溜溜是多些怪事 前面盏灯转了绿灯的了 前面大车就在发梦 死都不开车 我和后车都等到不久要抄牌 我就很少抄牌人 就是因为抄牌得少 每次都要找个按针在哪里 所以我抄牌得特别似顿 行人呀行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得这么迷呢 因为我真的会怕撞到你 而且他是慢条斯理地走 而不是跑 我就宁愿急急跑去对面 我会容易处理些 在停车场出入后 出马路 这些情况每个人都不应该慎急 如果出得太急 而后面有车高速煞跟来 一定会被人抄到阿马都不认得 为己为人 我就宁愿清晒车才开车 在灯位 基本上很多师兄都会出了白解 有人说这样会安全跌 因为大车才会见到异路的存在 另一个好处是一转绿灯 可以加速离开 可以令路面更加畅通 但我就会觉得增加了少少的危险性 遇着之前那架疯狂重蹬的暴马 就会变成狠线四线 二鹿是会有这个问题 别人的疏忽 最终都会令到二鹿的骑士受伤 三六零CAM的夜景真的失败 别说车牌 连前面的渴字牌都看不到 再说一次 三六零CAM其实不太适合做行车纪录仪 不过我仍然挺喜欢这部CAM 因为出去郊游的话 三六零CAM用来拍照拍片也挺有趣味 好像坐在海洋公园的纜车那样 可以伸直自拍棍出去拍摄 出来的效果就会像有人在空中帮你拍照 没什么CAM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正所谓鑫色艰难 推着车仔都要急过马路 一不小心就会剩下 各韩国业的打工仔都有它的难处 就算是陌生人都好 我想都要给多些尊重人 黄色格子里面曾经露陷的地方终于铺平 之前每次经过都要小心避开 双骑的话就更加危险 想想一下这条路都两年才剩下 始终每天都这么多车走 其实效率是否可以高一点呢 巴士站就是要这样用 不过为什么我要停车呢 就因为刚才大头虾 删完尾箱又不记得拔走条线 所以要找个位停车搞一搞它 同样的情况两个月会发生一次 生活太忙就是这样 渴车走得慢就一定了 搞到前面的车要切去右线 又令到后面的车不远开车 所以这些有考试路线的马路 除了考验了渴神之外 也考验了些不是真的那么好好的司机 即是像我这样 有时候都会猶豫都不会做反应 前面师兄的车好像有点不妥 见他左望右望 在马路里都不适合处理 希望他等会找到个地方停车 有一次我的车头好像有点东西 吓得我半死 之后停车查询 又发现不了什么问题 验车诊都好像没有问题 接着两辆大车尾 看得出二辆师兄都开得很小心 开车就是这样 没有病没有痛 都还有几十年车可以开 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车手生涯 有一次跟葛开了几十年车的师兄吹水 见他老当逆壮 我都觉得很神奇 因为我想像不到 自己在他的年纪 都还有能力在开车 下雨开车又另一番滋味 路上好像少了些车 即是好像秋天那样 感觉有点忧屈 有点孤单 但又未至于是不开心 而下无无雨的时候 整个360镜头都是水珠 画面很有真实感 好像观众都陪我开车 如果我是前面位同学 在停车开车那一刻 我会做多一次 看镜头再开车 在考试的时候 要全程做足全套 真的不容易 考官一定会找到位置 扣下睡 最重要不要犯大错 就算觉得自己发挥得不好 以为自己会水眼 都努力完成预下的路线 可能会有異常不道的结果 油线封了半条路 挖路、整路、铺路 什么都好 我比较担心的是 会有东西刺到车 而车爆胎 常常都会发生 香港人生活这么繁忙 要抽时间去补胎都不容易 駕駛不爽的地方 就好像养了个儿子 他有什么头云生气 都要花钱花时间自己去处理 师兄配色 人车合一是挺有益的 我家PCX是白色 那头盔和叠配件都是选蓝色 尽量用一字的风格 我不会贴帖子在车身上 因为喜欢简单和原始一点 以后换车可能会买黑色就算了 因为想再低调一点 为了工事 又需要进一转大步 这一天的天气比较差 知道是会下雨的 但未至于是狂风雷暴 如果太大雨的话 我会选择搭巴士就算 始终下雨駕鱼鹿是舒适一点 整身濕透都会觉得不舒服 右边一位师兄走得好定当 我就没他那么好技术了 慢车的时候始终有一些左右要摆 住了在沙田之后 就很少见到绿色的士 因为绿的只能走到威尔斯那边 沙田市中心就已经全部都是红的 的士之中我最喜欢就是蓝的 即是大雨山的士 颜色有点像玩具车 感觉清新一点 右边是大埔文鱼中心 小学时我曾经在里面唱歌表演过 当时我不是合唱团的成员 选择我们去也不是因为唱得好 只是当时合唱团要去第二道表演 所以在精英班里面再选择人去顶替 想想就觉得有点疑气了 但也算是解锁了一项成就 又又大埔回沙田了 今次不走足路 因为雨势有时颇大 快快手经套路缸鸡回去就算了 可能同路的车都是这样想 人影响人,车影响车 所以回程的车速是快了一点 而所花的时间也短了 驾驶四车有点怀疑人生 走错路好容易搞到司机一头烟 假如用地图做渡航 更容易令人觉得混乱 因为地图会重新整理路线 随时会叫你在不适合的地方掉头 以我的经验 发现自己走错路 就不要理会地图 再走前找个位停下车 之后慢慢研究那条路要怎么走 下雨天特别多人摔巴士 其实都对的 下雨走路很麻烦 又会弄得鞋濕透 很不舒服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不喜欢大傘 下雨时我会照常走路 当然会弄得整身的衣服鞋濕透透 那时我会当是男人浪漫 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自己有点蠢 星期日又是大家奋战排队入停车场的日子 我相信在不同地区 看地图看到深红色的地方 不多不少都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假日出街真的很麻烦 又多人又多车 我就喜欢平日多点了 开车和逛街都舒服点 看到側镜濕透透就知道我狼狈了 夏天令人又爱又恨 我是因为可以晒黑 本身我是200蓝黑 一到夏天就把握机会晒黑 恨的地方当然是常常会下雨 每年夏天又会打几次风 最好就没人命想忙 虽然镜头已经濕透透 但我对眼的视线仍然是OK 下雨要小心点 不要跟车太贴 看清楚才好剪线 这些事情我是要告诉自己 因为很小心的人都会有大意的时候 还要是收了工之后 体力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骨位已经枯了 是不是代表大家已经乖乖地回家呢 隔了很久才出到这一集 原因是日日回家已经剩下半条命 不要说剪片和射稿 连看开车的影片的精神都没什么 明明我银包就越来越少钱 但最近就好像越来越亡感 真的很难理解发生什么事 如何都好 希望每件亡感的事都可以逐一处理好 之后就可以有精神剪下影片 今集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收看 好玩啊 我看见你 好玩啊 感谢观看